当地时间2月18日,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,国务院侨办主任许游生在香港表示,希望香港同胞能够紧紧依靠祖国,抓住历史机遇,充分发挥爱国爱港,包容共济,务实进取的优良传统,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新一轮大潮中,乘风破浪,大战宏图。 由国务院侨办、中国侨联、香港侨界社团联会联合主办的四海同春2019香港各界新春晚会,当天在港举行。 徐又生在致辞中说,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,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,中华民族也迎来了从战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。 这一年我们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,40年分与同舟,40年披荆斩计,40年砥砺奋尽。 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汇旧的一幅波澜壮阔气势辉煌的历史画卷,也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伤和的奋斗战歌。 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的历程,中华民族迎来了从战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的历史飞跃。 徐又生表示,2019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,新时代意味着新征程、新挑战、新机遇。 他指出,为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,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、亲自部署、亲自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,希望香港同胞能够紧仅依靠祖国,抓住历史机遇。 馆生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的正式通车,对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竞争力,全面推进瑞地与香港澳门互利合作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。 这些都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,希望香港同胞能够紧仅仅依靠祖国,抓住历史机遇,充分发挥爱国爱港,包容顾忌,务实进取的优良传统。 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新议论大潮中,乘风破烂,大涨鸿途。 徐游深海提到,2019年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,乔务工作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的开局之年。 我们将牢牢把握大团结、大联合的主题,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,求真务实,敢于担当,坚持为乔服务,努力推动新时代乔务工作,实现新发展。